大家好 我是慈禧强 今天我想分享建造议会考A牌的习作 考A牌应该如何做测试 后面这一块就是我们模拟议会 测试中心里的习作版 强洋哥 你的白色盒这么有趣 这是什么 这是故障识别 我们坊间有一个叫18线故障尋找 一定要识区分 短路开路正常和接地故障 当然有兴趣的 考A牌可以来找找我 强哥 为什么你买这么多灯制 你说这里 这里灯制 目前的题目就是 有一灯 两灯 甚至乎三灯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线路大约是如何去做 另外做完这个线路之后 这里有灯制 是否要做保护导体连续性测试和极性 强哥 强哥 我知道下面是插梳 但为什么插梳都插了东西 这样 这里我们考试的时候 要写一条胶喉 一条铁喉 这个插梳的线路 就是放射的 看题目是放射的 放射的插梳线路是13M 另外你要用合式的标 量度它正确的 量度RCD的跳脱时间 以及循述2ZS 详细的兴趣都可以过来找我 对 做胶喉做铁喉做放射线路 这样 另外 还有就是 这个三上的排骨箱 大家要知道如何区分 有B型有C型 小心 当你填回W1的时候 都要注意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记住 就是打在off的状态 你才做事 这个是on的 打回off 你才可以开球去做事 强哥 桌面的东西很复杂 是什么 这一扇东西 这一扇东西 就是九线制 一个升角启动 考生需要在这里 完成了控制线路 看图三线 另外 就需要 接摩打 接合适的端子去做 另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 一定要记住 懂得设定时间键 如何做设定 另外 接到这里 这里的overload 一定要留意 去设定合适的额定值 对 那 如果 大家有兴趣 对A牌有兴趣的时候 记住 今个月 11月17日 去这个建造议会 香港仔建造议测试中心 有开放日 记住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 我会把报名的资料 放在这个留言区 有兴趣的 可以去报名 有兴趣 到时见 拜拜 喂 强哥 刚才那几个人小小小小 在做什么 那几个学生 那几个学生 就是我第一班的学员 学什么 学电工A牌 陆陆陆陆的成绩都出现 他们已经取得了合格成绩 就来找我拍照 这么快? 是的 都要四至五个月 时间我觉得真的快 是的 现在我们第二班 第三班 第四班的学员 陆陆都会考试试 和考试试 成绩都会陆陆出来 如果大家需要考A牌 记住 为我自己强 留意留言区下面的资料 召唤我就可以了 OK